花林地区有一名罪汉经常会出没在东海十一街上来打闹 让附近的住户以及店家是不堪其扰 成为当地的头痛人物 而在21号中午他又跑到街上对着附近的店家发酒疯 警方在获报之后 是11岁的姚姓男子不仅不听劝告 还动手推了警察 立刻遭到警方压制进行了强制送医 并且朝妨碍公务的方向来移送法办 既然像一名是11岁姚姓男子 经常会在喝醉酒后上街大闹 让附近的住户及店家不堪其扰 成了当地的头痛人物 而在21号中午他又跑到了东海十一街上 对着附近店家发酒疯 没有我出来这边人家看到就不敢要来买东西了 上边绕就对 他就一直讲那些有的没有的 你想你们做生意 对啊客人那个都站在马路中间 车人的车子都不敢走啊 根据了解姚姓男子平常是以打零工为生 不过每天酗酒平均一个月 就会大闹十几次 弄得附近居民不得安宁 而警方在获报后到场 姚姓男子不仅不听劝告 还动手推了警察 你干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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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对警方动出 立刻遭到强行压制 散靠送医 权案以刑法妨害公务调查侦办 记者吉安香综合报导